《请君》还没播出,任嘉伦就出引了《无忧度》,任嘉伦看起来瘦了很多。 2022年任嘉伦又给我们带来了两部剧的播出,分别是与迪丽热巴古装仙侠题材剧《与君出相识》恰是故人归,还有现代剧《蓝艳突击》。 这两部剧的播出,让无数影迷看到了傻白甜、长异与充满正能量的李希成。 同时也让影迷看到了任嘉伦全是不同类型角色,眼谁像谁,而不是只是像他自己。 2022年7月中旬,让无数影视期待已经的民国剧《请君》暂时还没有与我们大家见面, 毕竟到目前为止,任嘉伦除了与杨颖刚杀青不久的现代剧《暮色新约》为播出《请君》算是他唯一一部将要播出的新剧。 如今已经是2022年7月中旬,左等右等没有等来任嘉伦与李沁民国剧《请君》的播出, 但是却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综艺嗨放派第二季已经开拍了,从媒体透露出的花絮照与视频来看,目前已经在录制嗨放派二第一集了。 这也让无数影迷很期待,能早日看到他们这一期的节目。任嘉伦除了目前录制嗨放派两节目外,同时他也在拍摄新剧《无忧度》。 在今年的2022年6月29日这天,一直被网转任嘉伦古装玄幻题材剧《无忧度》终于坐实了。 从媒体透露出的视频来看,任嘉伦看上去又瘦了很多,虽然戴着口罩,巴掌大的脸蛋也明显消瘦了许多。 不得不说脸小的男生,无论驾驭啥样类型的发型,每次造型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 2022年6月29日,这天嘉伦《无忧度》开机了。 毕竟这部《代玄幻题材》《无忧度》这部剧,从媒体透露出的视频内容来看,嘉伦也说算是他等待时间最长的一部剧。 任嘉伦每部剧在开机时他都会做大量的功课,不仅研究剧本,同时对每个角色上的把握他都会很下功夫,所以呈现给观众面前的都是一部优秀的作。 2022年让无数影迷最期待的就是任嘉伦与魏大勋的综艺,还有新剧《请君》。